大家好,我是家聪 这条片想说回这半年来 我和一个YouTube频道 日更频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想留意我的观众 应该都知道什么事 所以这条片想给一些不清楚 或者想了解多些事情是怎样的朋友去看 所以可能有点长 希望大家可以内心看完 多谢 这个日更频道的主理人叫Loki 主要是拍片和直播讲澳门的时事 我本身都是观众来的 我觉得他的片其实都OK 日更频道也有一个TG群组 里面有三千多人 但这个群就很鬼祟 他设计了只能看到三天内的对话记录 超过三天的那些就全部看不到 那为什么呢? 我硬一点都会讲一讲 因为我本身都有看开他 所以我是在这个群组里面 直到去年7月份 阿隆离开了之后 网上有很多不同的传言 就讲关于我老婆是第三者之类这些 更越传越厉害 而这个时候日更频道也有出片 和直播讲关于微娜这件事 所以我在去年的7月29日晚上 我就透过他的TG群组 联络到日更频道的Loki 为什么我会联络他呢? 因为我知道他应该去出片讲这件事 而他是一个澳门的频道 有很多澳门人看 是澳门的影响力都不小 而且初时我觉得他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应该要了解清楚整件事才出片 所以我就将一些我和其他人的对话 和证明到我老婆是无辜的证据给了他 我遇到日更之后都和他说过 希望他不要公开我给他的资料 因为虽然这些资料是可以证明到我们的清白 但我不想影响到其他人 所以就不想去公开 但我都是和他说 如果他看完这些资料之后 他想说都可以继续说 我无所谓 这些全部都是对话记录的 所以是不存在他直播讲的那些 我叫他帮我 然后叫他不要说我老婆这些 如果有 就麻烦日更频道你拿证据出来 当时他都很好 他就回答我 你们的另一半家人我都很少说 见到裙里面有人说他都会叫停 然后就叫我放心 好 我当时都相信他 因为他叫我放心 我之前直播都说过 我都很谢谢他 他出片都真的没有说到我老婆这部分 我想可能因为他看了我给他的证据 他应该相信这些传言是假的 所以他没有出片说到 但后来我发现他虽然没有出片说到 但是他TG群组里面 都经常有人说关于我老婆不实的传言 还有他同时是裙里面的裙主 他见到这些他都是视而不见 甚至有些是关于我老婆的改图 他见到都是不理的 继续在跟人吹嘴、聊天 完全不是当初他跟我说那些 他见到裙里面有人说会阻止 再慢慢我发现 连他直播和拍片 每次说到微纳 他都开始越来越不忠纳 甚至很多是假的 他都拿出来做影片 来赚取流量 赚取观众的好感和课金 我这里说的全部都有证据 而日更频道都曾经因为出片说错话 而要递片和直播说对不住 早两天说过那条片 就说他不找工作 又说接广告等等 这些都不对的 我留言 阿泰没有删的 是没有删除到的 这里是我自己没有留意到 我都要跟他说一声sorry 我这里公开跟他说一声sorry 我还回个清白给他 虽然你说的对不住 但我想说 你出片说的人就出这么多条 你的道歉就在直播里面说两句 其实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没有时间看直播 很多人都看完这条片就当作是真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造成的伤害和影响 是不是一个道歉就可以搞定呢 这里跟大家讲一讲 他很多所谓的独家 网友爆料的那些影片的来源是怎样的 其实就是群座里面 事但一个人说了一句说话 他都不需要求证 就可以出一条片 他完全没有想过他的片 会带给人家生活和声誉上面有什么影响 然而就算他有我的联络方法 他都从来没有想过 找我们去求证 他就出片来散播要言 就例如这张图就是这样 一个不知道什么人 随便做了一张图出来 说我们去了台湾 但其实我们由这件事发生之后 我们都没有去过台湾 我自己有两个月都没有出过街 然后就是这样一张图 他都一样可以出到一条片 然后继续直播拿来做话题 这个江湖传闻 就有人投了上Facebook 他说战地直击 在台北西文町 见到陆济聪 和儿子 拖着手 我逛街两个人 真是打算 不管任何事 等风头过了 就无事发生 说面皮 更厚 大粒 麦粉 这个所谓的江湖传闻 都不是说没可能发生 因为这个走了去台湾 拖着手 逛街的新闻 我相信应该不少的网民 看到都应该会觉得 几欧嘴 因为觉得 他们好像当完全 没有事发生 那样 继续有他们 继续去逛街 去玩 去过生活 还有这个 就是一个不知什么人 就在TG群里面 说了一句说话 他就问人家 是否出得 然后有人说好 他就说我明天出 这样就出了一条片 然后也是直播 可以拿来做话题 很多影片都是这样的 就没有证据 一张图 一段文字 他都可以报出来 其实他大可以 找人求证下先 但他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 我猜 就可能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问了真相之后 真相和网上的风 可能是不对 他可能会得失他的观众 又或者他担心 知道真相之后 发现原来的传言是假的 他就少了一个题材 少了一段片 可以拿来骗流量 所以他就选择不理这些东西 全部照出 但就加一些字眼 来保护自己 例如什么网传 网友爆料 有什么事 就把波推回网民 自己就逃避这个法律责任 一个拿着正义旗号 去讲民生 讲时事的频道 他的消息来源是这样来的 说错了就地片 当没事发生 你这样做 跟那些一美求快 只求点击 追求风向 不求真相的媒体有什么分别 到底你拍片是要公道 还是热度 还是金频道 而他由去年的七月份 到今年的一月 半年 他组组出了一百零七条片 是讲微辣这件事 在这段时间 他除了出片之外 还大约开了二十多次 是以微辣来做标题的直播 在直播里面 就打着一位公道正义的旗号 来赚取流量 再收观众的钱 说要拿去捐钱 而到了今年的一月一号凌晨 我就重新在YouTube开直播 那我开直播的第一天 我内容是讲一些 香港媒体的不实报道 而同一时间 日金频道都是自己那里做直播 他直播的时候 都进来听我的直播 然后过了几个小时 他就出了一条片 就是讲关于我直播的内容 但很神奇的是 他这条片里面讲的东西 都是错的 还不止是讲错一样 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说他没有看我的直播 但他真的有看 他还要直播看 很多人可以见证着 但他明明直播看着 然后隔了几个小时 都可以讲错的话 这里可以大家想一想 他连自己看过的东西 过了一阵间 出片 都可以错几样 平时那些他所谓的网传 还要不是他亲眼看到的东西 真实性到底有多高呢 因为他出片说我 就说错了 所以翌日 我都要开直播 纠正他说错的东西 在我直播之后 日金频道都有开直播 他都知道自己说错了 所以就在直播中 就跟我说对不起 还说自己做人就是这样 如果有错 是会认的 有错不认的话 就跟未了 差不多 是吧 那不行的 那你一直 用手指指着人 然后你自己理 做错了 你不认的 那跟他们没有分别 然后过了几天 又学修开直播 又学修开直播的时候 就有人问他 关于微辣这件事 他是怎样看的 我都说完 我不认识你 你别冤识我 我 但是你们每一个 用正义的旗号 去拯救微辣的人 有多少个人 是想伸张正义 还是你们纯粹想发泄 你们想找人弄死 麻烦搞清楚 我 吐心 你们真的想伸张正义吗 我自己 sorry 我不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你们纯粹想发泄 可以 你们就去发泄 但不要打着正义的旗号 说完 这个就是由何修的回复 这个回复 我个人觉得是没问题的 而且如果你不是他说的人 你根本不会有感觉 但不知为什么 一大群人就对号入座 非常生气 这个时候 日根也有出片 就说到这件事 日根在一条片中 就说自己说到很中立 就声称他自己没有说到什么 但出了片之后 就有大量的人 就进去给扶评 留言 可能是说日根 然后他就选择 收埋了这条片 当时我是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是说到这么中立的话 然后你又没有说到什么 去伤害人 又是为了公道 为什么你会无端 被人说几句 就要收埋这条片 正如之前我都回应的影片 都是被人吵得飞起 很多dislike 但我一样都是不会的 因为我说的就是事实 就算和风向不对 我都不会收埋 假扮没有说过 但一直自认为了公道的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所以我1月8日 就开了直播问他 就问他为什么要收埋这条片 直播里面我都有问他 到底他的影片 是追求热度还是公道 因为如果你是为热度 收埋这条片 就很合理的 因为被人吵 风向不对 赚不到热度 那收埋正常 但如果是为公道的话 是不应该被人说几句 就收埋这条片 当时他也有看过直播 还在TG Group 就回答了一个 我觉得很搞笑的答案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他就说 因为见到那些人 骂人家的妈妈 所以就收弃了这条片 首先我想说 YouTube的系统 其实一直都会自己 隐藏一些不难用语的留言 甚至它是敏感到 一些就算没有问题的留言 都会被他隐藏了 这点我相信你的经验 就连这些留言 都会被YouTube自己隐藏 第二 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些过分的留言 其实你可以选择 递了留言 或者直接整个用户 就全部都看不到这个留言 你直播都帮不少人 你不会不懂的吧 所以说 有些留言骂人 所以地片这个理由 我个人觉得是挺搞笑的 再加上 你的TG群 你的直播 你很多影片 下面都很多人 是留言骂其他人 我都见到有人 是骂人家的家人和妈 你是不是要全部地片 还有你自己呢 你直播都是骂人家的 你是不是要全部地片 你自己呢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 判断哪些妈妈可以骂 哪些妈妈不可以骂 到底这个准则是怎样的呢 至于为什么我这么执着 要问TG到底要公道还是杰道呢 是因为他一直都叫我出来交代 要给公道人 但其实我一早都说过了 只不过很多人都不相信我 所以我觉得就不要再我自己说了 我不如将些证据和资料 交给一个第三方 而这个第三方 最好是和我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甚至是一个一路追击我们的人 会更加好 因为没有可能会偏帮我 所以我觉得TG是一个适合的人算 当时我就决定整理好些资料给TG 就希望他会为我们说一句公道话就可以了 本来我都不想公开这些资料 但我想看看这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会有人出来说他公道话 所以我就决定给他了 他都立刻在TG回复了我 说叫我给他资料 所以有些他就TG加我 就问我什么时候会给他证据 我就回答他这两个人会给他 接着我们就开始整理我们的证据和资料 就打算给他 但同时他这段时间 日庚就不断在他TG群那里讽刺我们 就例如这些 又说他有吹过我们给资料 而事实是他从来没有Add过我们吹过我 他明知我在TG群那里都不断造谣 再之后1月10日他就无故踢了我出群 他的解释就是这样 我想问我在群里又没有说过话 又没有出过声 我怎样影响人 怎样别人不想见到我 他们怎样见到我 为什么你这么怕要踢走我 是不是你的群有什么秘密 你不想被人知道 说了半年这件事 一直叫我们交代 到今天我出来交代 说要给资料你 你就问我不知道给资料你做什么 那这半年你正在做什么 这半年你出这么多条片 到底你是为什么 他还在群里面说我道德绑架你 我想问你都没有道德 我怎样道德绑架你 你不是说要为澳门发声吗 所以当时我就出了这个故事去问他 再之后日庚也是他的TG社 一个人会回到我 而在同一天的夜晚 他就开直播 就突然间发脾气 就用粗口攻击我家人 试图转移这个焦点 可能他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避开不用帮我们澄清 不用说一些不适合风向的说话 他还说不想和我黎章摔割 还在直播中说了很多不实的指控 和极其无用的说话去抵慰我 例如这个 我们日庚频道呢 本身是做什么的 我们讲民生 讲时事的 为什么现在 觉得 会是好像追击微纳 怎样解呀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澳门 你老母 如果澳门都没人提 是不是整件事都没发生过 你老街 大家都冷处理 澳门有几多东西冷处理 你老母 我想大家不用说心肚肚明 你老母 一而再再而三 打泥障摔割有意思吗 大家赞热度 其实如果你说打泥障摔割 你每说我一字 我日庚频道的订阅是升的 是你自己加冲的订阅节 我没所谓的 整件事 源头 找人家属 这一件事先是解决问题 你如果想在我身上 在打泥障摔割 在搏桩水 没用没意思的 你们所做的任何证明 只是想出回来搵食 打泥障摔割 做黑熊 有热度 好不好 这么大个人出来面对 在嬉皮笑脸 好厉害 是啊 我叫人落了个儿子 我告诉你 这件事也是不料了知 你们小朋友 学了他 下个受害者 会不会是你们小朋友 你女儿被人这样搞完 不要 落了他 冷气很热 我不去 原来聪哥那么帅 我将来又学他 大家不管 大家不说 到时候学坏的 就是你和我下一代 我再问你一次 你哪里有证据 去证明你这句话是真的 如果有 麻烦你拿出来 如果没有 为什么你要这样说 你是不是说大话 你是不是造谣 你是不是要道歉 你说了这半年 出了这么多片 你竟然可以说到这些东西 这半年你有没有做过功课 我想问一下 就连看我们的观众都知道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 你胡说 你知不知道对人有什么影响 虽然之后他说过 可以剪片 甚至有807条片都可以剪掉 可能你觉得你剪完片之后 就当没事发生 但我想说不是 有几多人看过你的片 他看完之后就当真了 不是你剪片 就当没有发生过 而同时他还在直播中 就说他收到封 就说我想找人 在农历新年前搞定他 我知道你都想复出 我 我知道你是赶在农历年前 想搞定我的 怎样搞定我 我不知道 甚至乎我是收到 这些消息 说要农历新年前 要搞定我 我现在开始害怕 怎样搞定我 是怎样 怎样搞定我 首先我要澄清 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和意图 如果你有任何证据的话 麻烦你立刻报警 还有如果没有的 都有一句 麻烦你还个清白给我 和道歉 甚至表示觉得我恐怖 就怀疑我会给一些 反共的资料 或者有毒的资料给他 他就不敢看 给些什么我 我全部照板煮碗出来 当然我要看过一次 我要看一次 因为 如果你加冲 你给一些反共的资料 我去报告案 你给我任何资料 我不敢看 我不敢收 我甚至乎 觉得里面可能会有病毒 甚至乎 我是觉得 你这些资料 会不会造假 会不会骗我的 我不敢要 你这个人 这么反复无常 这些完全都是他自己幻想出来 毫无根据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猜 就是他怕 他说完我给他的资料之后 就会被人知道 他这半年来 大部分都在出引税 收了观众那么多钱 赚了那么多流量 他怕又偷了出来 他在直播中 叫大家投票 就说 支持澳门成立这个欺凌八 他还说要在澳门成立 反欺凌互助会 自己贴钱都会搞的 我过两天 我开一个澳门反欺凌互助会 好吗 大家 入协会 我们完全反欺凌 好吗 你说 你说要怎么 我贴钱出 我贴钱给汇指出来 又怎么说呢 我当时都有投票 我是投我支持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欺凌过任何人 我相信你都知道 我都表现了证据 在这里我是觉得很好笑 因为日根平时 在自己的TG群组里面 都是经常骂人 以及攻击同行 甚至有一些疑似起底的行为 所以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可以有面 可以在这里 要成立这个欺凌互助会 以及立法 不过这些 一会儿我再详细说 他还有说到 为什么自己在群组里面 说一两句话 就会被我夹出来公审他 就说自己当时是打算帮我 还反问我 这是一个要人帮的态度吗 这里我再回应一次 首先我在群组里面 这个群是公开 有三千多人 我看着你这样说我 然后再踢我出群 我想我问一下你有什么问题 被人说也不能出声吗 你这个世界非常不公平 你说退一步可否天空 但其实我反过来 你跌下来 不要想不开 但你不要退一步 你只要想 我要怎样站起身 谁得罪过我的 我要报仇 可能你这样的动力会大些 你不要说退一步 你退一步是辛苦自己的 你就是要自己怎样站起身 想办法去做好些事 或者是爬过他头 或者是报仇 要不然你永远退一步 我会退到哪 你退到原来在哪 你可以退到哪 有些人就是看中了你的弱点 会一步一步 用他的资源 用他的钱 去不停地踐踏你 过去不了的 有些委屈 有些委屈受了就受了 是的 有些委屈受了 是没有可能会过去得到的 你明白吗 受委屈的人 你不明白他过得到的 就算有很多人说 如何安慰安慰人 其实是安慰不到的 放下是没用的 你一生都顶着 我现在打你一锅 叫你放下 你会不会与我一生 你肯定会的 我还跟你说放下 不要生气 是吧 你把口说的容易 到你被人羞辱 你被人玩的时候 你不是这么说的 你跌了一世 是恨了一世 还有我想特别澄清 我从来没有要求叫你帮我 是你叫我交代 我就给你资料 我都说过 你可以不说 不过 你说错我的话 是要澄清和道歉 我也不介意 你公开我们之间的对话记录 看看谁说的才是真 谁在说大话 拜托你不要再带风向 我叫你什么要帮我老婆 不要说我老婆 我完全没有做过 如果有的 就不许拿证据出来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些见忘症 还是怎样 你经常都会看错 或记错自己说的东西 甚至他跟我之间谈电话的时候 他们不直播骂我 他都忘记了 就是他说我骂了他 就叫我要道歉 但是我就跟他说 喂是你先骂我 他就说他自己忘记了 他有骂过我吗 麻烦你听回自己的直播 听回我们的对话 好吗 接着到1月11日 我就主动订阅他 给他资料 因为资料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通过电话 我就解释一些资料给他听 我都要求我通话过程 大家都录回音 保障我们 因为他之前在直播写我 说我要找人搞定他 那我就很害怕 我就很害怕 我跟他说完电话之后 就不知道有什么谣言传出来 所以我就叫他一起录音 有什么大家都可以证明 还有在对话里面 他也有说 就说他答应 帮我澄清他的错误 到了13日 他就跟我 就说他简单看了一次 但需要确认一些东西 我都有回覆他的 就叫他慢慢 有什么不明白 就随时问我 到了14日 日根就回覆我 他尝试叫我自己出片 他就说 我出完片之后 他要引用我影片里面 说的东西 来出片 那我就问他 如果是这样 你才能出到片的话 这半年来 为什么你全部都是 别人说一句话 你就可以出到片 为什么到今天 我澄清的时候 又变成这样 还有我跟他表明 我需要的是道歉和澄清 到了15日 日根再次与我 他说有些东西要跟我谈一下 我回覆他OK 然后他就消失了 直到16日 他再次与我 说要打给我谈谈 他提及到 那些证据有些法律的问题 还有有些原因 他就不可以公开 那这个原因 大家就要问回他 我就不能够帮他答 那我都要回覆他的 如果真的那些证据 是有法律私人问题 他是可以不公开 但有些证据 是上网都可以找到的 还有很讽刺 是有些证据 直接在日根 讲我们的影片里面 找出来的 所以是绝对没有他所说的 法律责任 是可以公开 那么他都答应了 我就说OK 但是同时就要求我 要签保证书给他 就保证 我不会因为他 说完这件事之后 就对他做些什么 我都说可以 没问题可以签 而这次的通话 他都有表明 他看完我给他的资料之后 他就可以以一个中立的角度 去报道回 唉 想不到 他终于学会中立报道了 那么多位 但是在这次对话之后 他是没有再找过我 而我一直都没有吹过他 直到1月24日 我就主动加他 问他有没有消息 他就不读不回我的短讯 完全消失了 就是这样 我就进入了 被日根冷处理的阶段 引用他的言论 就是大家都冷处理 那不行的嘛 那你一直用手指指着人 然后你自己理 做错了 你不认的 那跟他们没有分别的 那反正 我是觉得你有做错事 你有对不起人的 你是必须要做这件事的 你如果你是 错了你不认 你就是人渣垃圾 是不是 想不到 日根讲完这番话之后 他就变成他最讨厌的人了 到今天 他都没有任何回应 亦都没有出片 讲过我 或者关于微辣的东西 他每天就是讲李隆基 我怀疑他搬到李隆基隔离屋 为什么他这样呢 他完全潜水不会回应呢 有人就说 会不会因为我给他的资料是流产 但我觉得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你带他出来直接说 我给你的资料是假的 想害你 你让大家看清我的真面目 不要被我逍遥法外 但他完全没有敢做 所以我的资料是一定不会假 但他现在又不说 又不肯认错 不肯给他清白我 那算是什么呢 他都自己说 做错事不认错 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由我收一条片 他说自己没有说错事 没问题 他都可以亲自去香港 说要跟人家道歉 游学修我刚才说了 我说到 我这条片 我是说游学修 是不支持美辣的 我自己都认为游学修 是不支持美辣的 影片一开始 我已经道歉 如果他们觉得不足够 我亲自去香港 当面跟他90度鞠躬 道歉 但我们被他诬蔑了 他就完全冷处理 天天讲其他新闻 讲李隆基 你不是为澳门发声的吗 有没有可能 因为他看完资料 他知道自己说错了 但他又怕说了事实出来之后 就会没有了这半年 靠讲这些赚回来的流量和钱 所以算是冷处理呢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或者还有其他 其实他一直都有攻击同行的行为 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珠珠Channel 和他一样 都是澳门讲一下 民生时事的一个Channel 这半年我发现他在他的TG Group里面 就经常在笑别人 人生攻击 和一些疑似起底的行为 是什么事呢 其中一件事 就是前排周海薇小姐 离开的新闻 日更和珠珠都有出相关的影片去报导 而日更的粉丝看到之后 就在群组里面问他 就说 两个人斗快出事呢? 他就在群组里面说 很明显他跟我 珠珠搞到自己好像我副频道那样 抄我没用的 我不是一条片他都抄到 看到这里 如果不知道什么事的话 应该都真的觉得 珠珠是抄了日更出片 但事实是两个人出片的时间 只隔了8分钟 做一条影片 由你找资料 找照 打稿 录音 剪接 上传 再给一个平台审查 正常点都不止8分钟 但日更他拍了这么久的影片 见到别人出片 辞他8分钟 他就可以觉得 别人是抄你 喂 大佬 这一宗是大新闻 全部媒体都有报的 你又不在现场 你又不是第一手资料 你都是在家里看电脑 看到这一宗新闻 然后就上网找资料出片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自大 觉得别人是抄你 之后还有人继续说 是想抢他流量 那他就回复了 订阅超过他 平时那帮打手说话很难听 那这里到底那帮打手说话有多难听呢 那帮打手就是说了 不怪得珠珠订阅高过你之旅 这句在日更眼中 已经是一句很难听的说话 我想问一下 你世界是不是粉红色的 如果这些都是难听的话 那你平时直播到难难 那些是什么呢 还有订阅高低这些是客观事实来的 有什么难不难听 还是事实你是不合听的 然后继续了 一人就提依日更 你抄回他嘛 他就回复 不抄 没必要 他吃屎 难道我跟着吃 他做地产打手 我又跟着他做 之后他还继续说人 傻X的 抄我没用的 有用他的订阅就升了 只是想做一些屎乎的东西 分我流量而已 之后还说自己观众群 和他没有重合 他跟都没用 他那些人经常觉得先过你 抄了你就可以搞到你没人看 但是你看他思想多惡劣 我不想见到他的视频 在XX的他 就有人回复 他很方便 不用想题材 他就说 抄都没用的 那些人就回复他 没有抢到你的人 但他工作轻松了 不用想 照抄功课 日更回复回 是呀 所以狗来 有人不做 五十多岁走去 这里我猜 应该都是说就是做狗 我猜的 有错的话我听 我跟你道歉 只是报了一宗 全世界都在说的新闻 就可以被人说是抄他 然后叫人大嘴 再叫人 acá 还是狗 再叫人吃屎 还有他就 absolut了 就贲它 dollars 自己还先 我还偷又不高兴 喂 这一句呢 自己还先 我还偷又不高兴 我就可以整句送回咳 的日更频道 希望你不要太过不开心 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追击你 其实我正在还 č 这一次因为出片独的题材 狠狠地骂完第二个频道之后 还有一天就是猪猪和日庚都出了一条关于横琴新街坊的影片 但今次就是猪猪出了先 但粉丝可能不清楚不知道什么事 他就在群里说猪猪应该要抄理 但日庚知道是猪猪出了先 所以他就回复了他出了先 澳门日报新闻而已 总之今天就是一句横琴MVP 然后就没有出声照舊冷处理 从这两件事就会看到这个人是完全双重标准的 他先出片其他人就抄他 就是傻...就是狗...就是吃屎 但人家先出片他就说这些是新闻而已 没问题的,每个都是这么报的 还有一次的,这个猪猪就是一个不出样的Youtuber 我想他不出样应该有他的原因 但日庚频道在TG群那里post了猪猪的照片出来 就说原来猪猪在这儿 还说原来澳門的水平是这样的 经济学会 有人就问他真的还是假 他就说,张同就有他 之后他还怕人家 就说,左边第三个 那个样子在谷主谷主的位置 之后人家就开始攻击 猪猪的外表 我不明白这些行为有什么容易 因为我觉得人家拍片都已经不出样 你还要专专放人家照片出来 接着就告诉人家是谁 然后就是人生攻击人家 在平头品足 你这些又算不算起底?算不算欺凌? 不过,虽然他在群里面 每天都会攻击人家 但他在直播上也不会的 他在直播上也会带回光环 在直播上有人问他如何看猪猪 channel 没有必要和猪猪比较 没有必要和他比较 这些事情他也不会报的 对不对? 而这个就是他的回复 他就回复了没有必要比较 但如果他做那么多事情 然后还是没有必要比较 我是不知道当他想比较的时候他要做些什么 这方面交给大家判断 他的TG群就是这样的 就常常都不断罵这个 所以这个都是我之前说的 为什麽这个群就要设定了 只能够看三日内的记录 因为他是不敢被人看回 他们以往说的那些什么 讲到这里我都希望可以邀请日金频道 因为我都有个TG群组 就不是很多人的 都是我的会员来的 我都欢迎你可以进来我的群组 我可以开回所有的记录给你看 因为你们说我欺凌 或我煽动观众去攻击人 我都诚意邀请日金频道 可以进我的TG群组 可以看看我的群组里面我说过些什么 我记得当年就联幕开直播之前 我都是在群里面跟大家说 如果有人骂我 大家不用帮我骂回他们 有得我被人骂就OK 甚至我们设定了一些规矩 是叫大家不要再说其他人 这些全部都有正有据 你可以完全看回 记录是可以删除的 但我不能够增加 所以这些记录我是不能突然加上去的 你经常说我欺凌 你又没有证据 那现在我邀请你了 进我的TG群组 我再给你证据 给你看一看 到底我哪里有欺凌过人 但你呢 你够不够胆公开你TG群组 给人加入 你本身说新年之后会公开 到现在你都不公开 那些人问你为什么 你就说不得闲 TG群组那里我还未开 是的 还未开那条链 让我先有空 我想问 暗几个按针有多难 怎样不得闲 你是不是身有事 日根频道 当然啦 TG群组说什么 其实都是你自由 但我想说 如果一个人 他常在网上骂人 人生攻击 又起人底 在那里笑人地 平头品足 然后他在网上 就扬言说 要支持这个反欺凌法 还说要自己贴钱 成立一个反欺凌互助会 我会好奇 这个人 如果真的成功成立到这个会之后 他会拿这个会做些什么呢 他会拉自己呢 还是他会拿这个会 来攻击一些他不喜欢的人呢 还有极度怀疑日根频道 他现在是很心虚的 因为有一次 在他直播的时候 就有观众就跟他说 就说我想打给他对责 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是太害怕 还是怎样 他就说他自己的电话锁了 打不到电话 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很搞笑 首先电话锁了 其实不是解锁 但是个人不懂 这个也不止 而且电话锁了之后 观众课金是看到的 这个令我更加觉得神奇 你电话锁了 对责就对不到 但课金全部都看到的 没有问题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我想问一下 听电话 怎么听啊 我的电话锁了 等我一会儿 收到课金 等我一会儿 收到几个课金 看看说些什么 希望大家从这几件事 就可以了解清楚 日根频道这个人 到底是怎样 他说的话 到底有多少可信性 还有很多人都问我们 为什么不找家人交代 我在这里回应一次 其实这件事发生之后 我们是有尝试找对方家人 但我们得到的回复 就是不想见面 家人暂时不想见我们 而之后 我们也有透过其他人 去找一些议员 和议员的助手 就跟他们说 我们是可以见面的 随时都可以见面 但我一直得到的消息 都是不方便见着 我们都说不要紧的 想见随时都可以见 我们随时准备 随时通知我们就可以了 所以绝对不是网上 说一些我们 没有找过家人 不跟人家交代 这方面日更都知道 所以你看到他 现在都完全没有说过 完整了 还有最后 也多谢 一直愿意相信我们的人 还有要多谢很多观众 他们非常好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他们看了很多我们的直播 其他人的直播 一些访问 找了很多片段 可以帮到我们的 就送给我们 多谢你们 还有最后 也都希望 日更频道可以尽快道歉 我给你一些证据 就算你不说 你都知道整件事是怎么样 所以希望 你尽快出来道歉 澄清你对我 和我老婆的不实指控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